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年充滿,以及聖年充滿如何運作在我們的侍奉之中 而現在這個要點就是聖年充滿建立人的靈命,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由詩那一點的經文,輔助軟弱的人 貼索尼加前書五章十四節說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勸勉灰心的人,輔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這裏講到基督徒對於其他基督徒應該做些什麼 就是說我們不要不顧別人,而耶穌很清楚講到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他身上 而我們做在別人身上,最重要是幫他的靈命 那這裏講到就是說,警戒不守規矩的 就是如果有人是不守規矩犯罪的,那我們需要警戒他 警戒不代表一開始就用嚴厲的說話 就是我們可以讓他知道他所犯的罪會帶來的後果 因為神想祝福他,當他犯罪的時候 結果是更加多困難,更加辛苦的 所以如果他想得到神的祝福,他就離開罪是最好的 因為沒有人能夠走得掉神的手指拿 因為神是擦看人的心腸肺腑的 神看到了人,內心世界做什麼,準備做什麼 神也知道我們將會做什麼 神知道了,在永恆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我們將會做什麼 在我們軟弱的時候,神已經提醒我們,警戒我們 感動我們,同時聖靈有感動 不過很多人是會拒絕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動他,但他就封閉了聖靈的感動 如果跟神有親密關係的人 是會覺得很不舒服的 是會失去平安的,聖靈會一直提醒我們的 譬如說當一個人犯罪或者正要犯罪的時候 聖靈會一直提醒我們的 或者人是在心裏面不能夠搖鼠一個人 心裏面或者跟人有些事情做得不好的 不對的,就沒有處理到 聖靈都會感動我們去悔改的 而在這個過程當我們還沒有悔改的時候 我們的心是會不平安的 就是聖靈一直感動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就是說聖靈是,如果我們跟神有好的關係 祂是不會放手的 祂會一直提醒我們 提醒到我們悔改為止的 就是我自己一樣的 有時候有些人的問題 聖靈會提醒我的 一直提醒我 直到我去處理為止的 在這裡我就問一問大家 有沒有人有這些經歷呢? 就是說呢 當你 譬如跟人的關係有問題 或者在某些罪中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聖靈一直提醒你? 有的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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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過程中呢 你會覺得怎樣? 很不舒服 嗯哼 是啊 這個就是 對人不住啊 嗯哼 嗯哼 還有沒有其他人想分享啊? 有啊 就是 生理會 骯骯乱啊 或者沒有平安 如果做了 就生理 就會喜樂 舒服很多 嗯哼 就是處理了 是不是? 是啊 處理了就會 開心又有那個喜樂 OK 好 那這個呢 就是聖靈的感動 我們其實 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 都會有這些持續的 啊 啊 聖靈的感動的 那 啊 就是聖靈會感動人 離開罪 不過呢 有些基督徒 因為他靈命軟弱啊 他會給自己藉口啊 他會呢 找藉口 然後呢 他就會 就會繼續犯罪 那就會消滅聖靈的感動 就是 令到聖靈憂傷啊 那這個是危險的 因為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就是有些人就是 一路犯罪 一路不覺得緊要 那就一路 啊 越來越拒絕性的感動 因為心中呢 是很不舒服 那他就會找個藉口啊 這個人這麼壞 我當然會生氣他啦 這個人這麼壞 我當然要報復啦 我當然是 我怎麼可以向他道歉啊 不行啊 這麼低威 不可以的 那我們人就會 有這些這樣的藉口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 看重神呢 當他有這些 心中的不平安的時候呢 他是會覺得 失去很多的 就會 回應聖靈啦 就會 聽聖靈的說話 這個呢 就是成長啊 我們的成長 會有達到 會 帶給我們這種的改變的 那 其實當一個基督徒 仍然是 跟神有關係的時候 他仍然會有聖靈的感動 不過因為有些基督徒是很軟弱 以至呢 他們根本呢 是經常都習慣了 第一他們習慣了 沒什麼喜樂 沒什麼平安啊 就是 時時呢 心中都是很多怨恨啊 所以他們 在這種狀況呢 他們根本分辨不到聖靈的感動 但是如果基督徒呢 時時都在 神的強烈同在之中呢 他是很留意到 現在呢 聖靈在那裡感動著我 我是覺得不舒服的 就是聖靈感動我們知罪的時候 我們是會不舒服的 那麽呢 就聖靈一路會提我們 那有些人說 會不會呢 就是自己 心理作用呢 那麽 那麽 那麽分別呢 就是 人的心理作用呢 我們可以呢 將它 關掉它 就是說呢 譬如說 有一件事 人呢 覺得 不應該做的 但是呢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們會 照樣做的 為什麽 那些人會 那些騙徒呢 會這麽多去欺騙人呢 因爲它有藉口 這些人這麽多錢 當然要分下給人 那我如果我不去騙錢 我哪裏有錢呢 就是他們會有這些藉口 那有這些藉口之後呢 跟著慢慢呢 他們是會沒有了那種感覺的 因爲神賜給所有人都有良心 神的律法黑在人的心中 其實祂是知道的 祂知道是不對的 不過祂會封閉自己的內心 還有他們 譬如有些人 殺人啊 做一些很離譜的事啊 那麽他們都會封閉自己的良心 以致不覺得有什麽 那麽但是基督徒呢 因爲有聖靈在裡面呢 我們是 如果我們跟神關係好呢 聖靈是會阻止我們去犯這些罪的 聖靈會感動我們的 不過可惜就是 有很多基督徒是 他們不留意到聖靈的工作 於是呢 就繼續犯罪 好了 那這裏講到就是說 如果有弟兄姊妹 他們是不守規矩的 他們是在罪中的 我們需要提醒他們的 那譬如聖經 在詩堂傳講到阿勒尼阿薩菲拉 他們就欺騙聖靈 就說呢 他們賣了一間屋 就收起一些錢 然後只是一部分拿出來 其實比得說你是有權的 你這間屋是你自己的 你賣不賣你自己決定的 你賣了 你給一部分教會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不要說這個是全部的錢 但是他又想人們認同他們 那麽他們呢 就決意呢 就是要告訴別人 我全部的錢呢 就在這裏了 那麽其實聖靈有感動他們的 不過呢 他們就抗拒聖靈的感動 不理會聖靈的感動 就繼續去欺騙彼得 那麽而 在這麽時候呢 那麽 其實呢 就是我們走不掉神的手指那 就是我們時時都深信這件事 神看到了 神知道了 我們走不掉的 我們一定會收回那個後果 而這個後果呢 是那個傷害 遠比犯那樣罪 得到那種罪中之樂 或者是得到那種暫時的幫助呢 是大很多的 因為有時有些人欺騙 為什麽呢 就是想得到一些幫助 得到一些益處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 當我們不聽神的話的時候呢 我們得到的益處呢 是很快過去 但是神的本教懲罰呢 是會跟著我們 是會那個後果呢 是嚴重很多很多的 那麽所以一個敬畏神的人 是會真的會離開罪 就說我不敢犯罪 不過也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是他們給藉口啊 所以他們就以為不重要 或者呢 有時候有些人 他根本不知道是罪 譬如很多人不知道 煩惱是罪的 憂鬱是罪的 那麽有些人說 煩惱憂鬱為什麽是罪呢 那麽 出於不信的就是罪 煩惱憂鬱就是不信 就是不相信神的恩典 不相信神的愛 不相信神的祝福 所以呢就會憂鬱會煩惱了 當人憂鬱煩惱的時候呢 他是走不了神的路出來的 當我們不能夠盡心盡聖 盡以盡力愛主我們的神 和愛人如己 就已經是犯罪了 就已經是犯罪了 就是我們不能夠遵守全律法 就已經是犯罪了 那麽所以呢 人憂鬱 他就是不能夠遵守全律法 他的心裏面呢 其實有很多煩惱啊 他沒有相信神的恩典 他已經在罪中的 OK 那麽我們繼續看這個經文啊 就是呢 勉勵灰心的人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灰心失望 沒有力量 那麽我們就勉勵他 給他知道神 喜悅你所為他做的事 你少少的悔改 你開始悔改 開始離聚 神已經歡喜的了 那麽你繼續悔改 繼續離開聚 就是有時人離開聚 未必下子全部離開了的 他是一個煩惱的人 他很難一下子呢 完全不去想負面的事 但他開始說 我知道 我想負面的有沒有益處的 那些人呢 其實他們都是受了傷害 所以他們會傷害我 所以我現在嘗試 我嘗試不計較他們所做的事 我開始說 不緊要的 可能他心中仍然覺得緊要 不過他開始告訴自己 不緊要的 我不用受影響的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呢 即他未做完 他未改完 神已經喜悅他 開始踏向他一步 即他開始悔改認罪 求神幫助我 神已經喜悅他 那這個是給人很大的鼓勵的 就是說他未做得完 當然他要繼續做 就不要說我做了這步就算了 而是他這個踏出第一步 然後他跟著再踏出第二步 或者譬如有時候有些人 他跟人際關係不好的 那麼他踏出第一步 他嘗試為那些人祈禱 可能他看到那些人都不懂得跟他們溝通 不懂得關心他們 他未去到這一步 但他已經開始為他們祈禱 開始幫他自己心中化解那些願行 負面的思想想想法 那這些已經是他踏向那個方向了 那麼他就可以欣賞自己 感謝主神感動我 我繼續聽話了 那麼我們這樣的時候呢 那些人是更加得到鼓勵的 就不是而是用律法 有時候有些人他就時時都是好像 强烈的指責人 令到人覺得很不舒服 是去講給他聽 你怎樣壞怎樣不好啊這樣 那有些人就覺得呢 罵人才有效果的 這個是有很多人的信念 以為罵人才得到改變的 我們發覺耶穌在他跟門徒相處 和那些信徒相處的時候 他不是罵他們的 即使他指出他們的沒有信心的時候 耶穌都立刻跟著就講到了 你有信心還有一粒芥菜種呢 都能夠移山了 神都能夠使用你的 你一杯涼水神都使用你的 所以耶穌是講到 你向著神的方向去 行任何一步神都喜悦的 那麼這個就是神是鼓勵人的 耶穌是鼓勵人的 耶穌不是去踩低人的 那麼所以我們都學習 好像耶穌這樣去帶領人 那麼有些人就說 如果我這麼溫和 那些人不改的 那麼我的回應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讓他知道 繼續犯罪的後果 他自己會自負的 他自己會收回那個後果 他會和人際關係有問題 他會得到別人不信任他 他會影響他的工作 影響他內心世界 他影響和神的關係 他會失去這些一切的 他不得到神的祝福 得不到神的喜悅的 那麼當我們問他 你想不想繼續這樣生活呢 你想處理生命呢 能夠平安喜樂呢 得到神的祝福呢 那麼如果那個人說 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不要 那麼他就堅決拒絕神了 那麼我們依然去勸戒他 但是有時人就一直這樣拒絕拒絕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離開神 那麼我們都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他離開神 我們用盡一切的方法去提醒他 就是說一個人 如果我們聽他聽到這些勸戒 就是說根據聖經 他犯罪的時候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你會自己付那個代價的 你生命會破損的 你遭遇得更加厲害的 那麼而那些人呢就覺得不緊要呢 其實他們是很 就是那個靈命是很有問題 那麼他肯接受我們的帶領 我們就一直教導他 讓他知道 需要跟從神 就是不是要罵才改變人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要罵醒他 其實可以勸醒勸醒人的 譬如有時教小孩子也是的 有些人就以為罵他 罵他他就很害怕 那麼他跟著聽說 那是暫時的 他以後又犯同樣的罪 那麼我們勸戒他就說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神很歡喜你的 你可以將來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想不想啊 當你想的時候 你有什麼需要去做啊 有什麼需要處理啊 那麼他明白的時候 有時候他做一些不好的事 那麼我們就說 譬如他在學校 他跟同學關係不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問他 你跟同學關係不好 那麼那些同學會對你怎樣啊 老師會對你怎樣啊 那麼你上學的時候 心情會怎樣啊 但是如果你對人好 就算他對你不好 但是人會看到的 看到的時候 他們會欣賞你 他們會認同你是對的 就算有時候有些同學會這樣 故意欺負一個人啊 就算有些人不認同你 但是你知道那個人對 你的心就會理直氣壯了 那麼你就不受影響了 那是不是這樣開心一點啊 這樣勸戒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呢 他會更有動力去改變 就不是被人罵完了 有時候有些人是 是喜歡被人罵 他說要罵才罵醒的 也都有些人呢 教導是喜歡罵人 那麼就覺得罵完 他們哇馬上就 說初頭不肯奉獻他 罵完他就忽然間奉獻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短暫的作用 但是當人明白 我們奉獻的時候 神怎樣喜悅 也都神怎樣祝福我們 打開天上的窗戶 傾覆於我們 以致無處可用 如果人相信這些說話的時候 他的心 他自動會有奉獻的心的 所以我們是勸戒 勸戒人不一定 不需要用強硬的方法 就算他犯了很嚴重的罪 譬如有個人 女兒勸都不肯悔改的 那我們可以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失去神的救恩 你可以離開神 你可以永遠在地獄的 你想不想是這樣 我可以一樣用這樣的語氣跟他說 那他始終都不肯改的時候 那他就責任自負了 他需要自己扶回責任 那我們需要 就是不一定要罵他 他才會醒的 而是我們可以讓他知道那個後果 然後呢 輔助軟弱的人 輔助就是說 在他旁邊陪著他 加力給他 那些軟弱的人 我們就輔助他 扶起他 欣賞他 他有什麼地方 好的地方 譬如有些軟弱的人都說 哎呀我想你幫我 那我們就可以回答他了 你想我幫你 已經是好的一步了 就是你想有人幫你 已經是好的一步 那你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那樣東西是向著好的方向去呢 那他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就欣賞他 其實欣賞是一個 能夠給很多人很大的力量的 所以我們就欣賞他 還有呢 亦都是給他知道 有些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給一些具體的指示 給他知道 亦都問他你做不做到啊 你覺得難不難啊 你怎樣可以克服這些困難啊 那也都向眾人忍耐了 就是說呢 有時候幫人 那些人是很難改變 很久都不改變 我們依然有內心 神就歡喜了 但有些人說 哎呀我的內心都沒有了 現在因為他這麼難接受幫助 我已經沒有了內心了 那時候我們就反思了 是不是我們背著他的改變 作為一個責任呢 就是好像他一定要改變 他不改變我就會很不開心了 其實我們不需要背著這個責任的 我們幫的人總有人不聽話的 如果要個個聽話我才喜樂 那我就永遠都沒有喜樂的了 我是會說我幫了你 我提醒你 我又鼓勵你欣賞你 當你改變的時候 我就會欣賞你 亦都告訴你 你可以欣賞自己 開心一下 這樣呢 他改變 那就非常好 譬如他不肯改變 不要緊要 下次又再慢慢提他 引導他 那麼他可能呢 經過一段時間才改變 但是 即使他經過很多次的勸導 他都不改變 或者甚至呢 他還反咬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反咬 他說呢 你對我沒有耐性 那麼我們自己又反思了 我是不是沒有耐性呢 那麼沒有耐性 我就對不起 這個就是一個很勇敢 很剛強的人才能夠做到這件事的 對方錯了百分之九十 我只是錯了百分之一 我都認錯 這個是更加成熟的 我承認我的錯的地方 請你原諒我 但是我亦都可以去引導他 那你又想想你做錯的地方 那你又會不會悔改呢 就是他不聽話 或者他反攻 我們不需要耐性的 這個是很多人需要學習的一件事 因為呢 事實上很多時候 人幫人就會耐性 會激氣勞躁 會經常覺得 做來做去都沒用的 我真的要爆鬧了 鬧一下他才行 鬧醒他 那你就會 或者有時候那些面色不好 就是有時候未必是鬧 面色不好 或者對他的態度不好 或者不想理他 其實這些都是傳遞訊息的 我們要明白 我們的人呢 是很透明的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內心的思想 是別人看到的 我們看到一個人 我們知道他 是不是接納我們 或者不接納我們 如果我們幫一個人 沒有耐性的時候 那人覺得我們不接納他 他是會不接受我們的幫助 他就覺得 你又教我改 但是你自己呢 都是很猛烈的 你又不理我 你看到我也不理我 那心裡面呢 他就會不服氣 但是我們做好我們應該做的 我們就放手 放手意思不是我不幫他 是我不背著他的這個淡子 我不背著情緒的淡子 我不會因為他而不開心 其實我在幫的人 有很多是未改變 我只是說繼續去做 不要緊的 我正在做的神 歡喜的 所以我一樣 每天都這麼開心 雖然我很想這些人快去改變 但是我如果 要等到他改變完 我才開心 我就永遠都不會開心的 我只是說 這個是他的責任 我提了他 他自己繼續做 那我下一次有機會 我又再提他 也都欣賞他 那他就會逐步改變了 那這個向眾人引來 那個力量來自什麼呢? 就是他內心不背著淡子 是深信這個是耶穌的握 你們當父耶 我的握 耶穌說 這個是耶穌的握 耶穌要做的事 我們不需要背著淡子的 還有耶穌說 我的握是容易 我淡子是輕散的 耶穌要我們做的事是輕散的 只要我們把責任交回給耶穌 但是我們做應該做的 後果在耶穌身上 我做應該做的 我就是勸勉人 欣賞人 鼓勵人 輔助人 陪著他一起去成長 亦都給他機會去發揮 當他發揮的時候 有時候呢 有時候我覺得 侍奉都可以是一個方法 幫助人得醫治的 譬如給他一些機會 去關心人 幫助人 那他做著做著 他開始發現其實 很多人都是有 憂傷 痛苦 他就不會覺得只有他一個有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是有孤單 不開心的 當他知道其他人都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就知道 其實 我有問題並不是一件新奇的東西來的 是人人都有的 那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處理和對付 譬如我自己一樣曾經有懼怕 有壓力 有一段長的時間 因為被人批評 而有一段長的時間是不開心的 但我總是決意我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而得性 那這個是我們人人都可以有 因為人的罪性 我們總是會有一些負面的思想和情緒的 那我們靠著耶穌得性 就一定能夠逐步逐步進步的 就是總是親近神 依靠神 求主赦免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加力給我們的 好 那我以上講到這些 幫助人的一些要點 就是輔助軟弱的人 內心 勸面他們 輔助他們 還有忍耐 那大家有沒有些什麼問題想問呢?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示給我們這個耐性 忍耐的心 不用介意人的問題的 不用介意人未改變的 責任他身上 我的責任就是引導他 欣賞他 鼓勵他 OK 請我們一起站起來 我們一起站起來 感激神 愛慕神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我們多謝你的恩典 多謝你的大愛神 你是很有耐性去引導我們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不聽話 但是你沒有放棄我們 你繼續感動我們 繼續帶領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時時都欣賞你的 你的耐性 欣賞你的大愛 我們的心 就平穩安靜 主耶穌幫助我們的心 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們都是這樣平穩安靜 求主賜給我們平安 興省的心 輕鬆的心 活在神的愛中 活在神的平安之中 讓我們真是 如聖經所說的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在我們裡面充滿良善 恩慈 時時都想祝福人 憐憫人 欣賞人 饒恕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言語行為 就能夠祝福別人 求主幫助我們 活在你的平安之中 活在耶穌的愛 活在耶穌的欣賞之中 我們知道 當我們嘗試去改變 我們努力去改變 悔改 離開罪 也都幫助人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求主幫助我們 去想想 我們周圍有什麼人 我們可以鼓勵他 即使有些人 是幫助我們的人 在我們之上的 例如是一個組長 我們都可以欣賞他 多謝你所做的 你所做的是非常有價值的 神喜悅的 去鼓勵那些在上的人 或者是跟我們同輩的人 或者是我們之下 我們在幫助的人 我們都同樣對他們 有耐性和欣賞 求主幫助我們成長 不是掛著 人家怎樣傷害我們 而是想想我可以怎樣祝福人 求主幫助我們的注目 在神的恩典 注目在我們可以做的事 而不是注目在那些困難的地方 或者人不好的地方 主耶穌多謝你 因為神你是 喜悅我們聽你的說話 你喜悅我們親近你 遵從你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主耶穌是愛我們的 主耶穌也都想我們去祝福別人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想一想 有些人我們可能比較難些愛 或者難些有耐性的 那現在我要唱 主耶穌愛我 我唱了做主耶穌愛他 愛他 就是那些人都是神所愛的 那大家就想一想 那些我們難於愛的人 或者難於忍耐的人 我們就去祝福他了 主耶穌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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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都是神所愛的 主耶穌多謝你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求主賜給我們憐憫人的心 叫我們憐憫人 關心人 祝福人 叫我們時時都想到人的需要 我們就關心他們 主耶穌跟我們一起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你是愛我們的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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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教導 我們可以謙虛 溫柔 忍到 來祝福別人 所以大家閉上眼 跟著心思想 众何必彼此联络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意为人的心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意为人的心 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合意为人的心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对人有耐性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上欢容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容何必彼此联络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意为人的心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意为人的心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 竭领保守 合意为一个心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总是祝福别人 不计较别人的过错 就算他们有 批代我们 就算他们有击撑我们 就算他们有说些不好的说话 我们都不需要计较 因为我们计较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陷在罪中 我们就变成不能遥恕人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看出人的软弱 我们就看出他们 怜悯他们 遥恕他们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多谢天父和我们一起 感谢天父 神你真美善 耶稣你真美好 哈利路亚 主释放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不让一些 伤害我们的人影响 不让一些 我们觉得难相处的人影响 我们总是祝福 总是饶恕 感谢天父 总是不计较 他们所有 做过的不好的事 我们都说 不要紧要的 不死得的 神会给回我的 我听神话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那么容易受伤害 我们可以放手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